讓大家知道就是 要做這樣的一個翻模的過程 可以很簡單的講嗎 會不會很痛苦或怎麼樣 其實是真的滿不舒服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你需要有先事前的準備 因為比如說像 當然那個毛要掛乾淨 那也不能有傷口 我記得那個時候翻模藝術師 他就先幫我在那個重要部位 先上一層那個 那是男生嗎 對 藝術翻模式是男生 然後我們那個是公開的 就是先塗上了凡士林之後 然後要一個非常濃稠 而且很冰的那個海藻礁 海藻礁放上去之後要等它乾 大概3到5分鐘 然後再上那個石膏繃帶 然後要固定 我們大家都知道石膏它要繃乾 要等它乾 多久啊 石膏 大概整個過程大概 一個小時對不對 可是其實最可怕的其實是在 想尿尿對不對 這個滿不舒服的 不是 其實想尿尿還好 最不舒服的其實是因為 你要等它風乾的那個過程 因為你要讓它那個模型很漂亮 所以你的就是都不能動 你的腳要非常非常開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你去上那個什麼 會不會像有點像人家講 要生孩子或內疹的那種 對 會很不舒服 就是因為你腳要髒得非常開 它才有辦法取得比較完整的模型 好 可以了… 不要做非常講究 OK 有畫面嗎 有 你說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很多人 是在哪裡 其實它是… 我們是一個公開的劇場 那個是一個就是 身體藝術的表演的一個劇場 OK 來 下一個 劇場 好 那 餅乾想做對不對 多少錢 你問他男生也可以 真的有可以問價錢嗎 包括男性 女性或什麼 可以啊 女生大概是五千 對 然後男生大概是六千 然後夫妻大概是一萬 來 賞清楚 到底是真的當事人還是假的冒牌 或小柔 餅乾 壓幾分 來 請選擇 你就要賭大一點好了 三分… 你賭大一點 為什麼有把握 為什麼賭假的 因為正常來講 如果是這樣子 而且又大眾的情況下 這一般來講 對 新聞應該就已經會先出來說 怎麼會大眾在做這些事情 所有的新聞你都看過嗎 可能Lost幾條 但這種 這種一定會看住 沒有 這一定會很大條 政治社會的事他可能不知道 這種事他一定會知道 對… 所以一定會很大條 好 所以確定 壓三分 對 確定囉 好 真的了不起 假的好心情 是真是假 正確答案是 來 請選擇餅乾13分 好 但是我必須要再 再回應剛才你們所講的 你們剛剛的邏輯 基本上是錯的 第一個 這確實是在台灣的行為 對 OK 在高雄的一個院子劇場 他們舉辦了一場 成人性器官翻模秀 而且翻模的模特兒 都是自願性來的 而且免費翻模 OK 所以 因為他們的總監是說 任何蘇醒跟覺醒的事情 是值得祝賀的 所以他們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沒錯 OK 只是Maggie不是有參加這一段 那Maggie妳是幹嘛的 我自己是服裝造型師 也是設計師 所以是個裡面的 是什麼 是 你們想看嗎 我想看 妳自己看一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啦 把它揭開然後打馬賽克 什麼 那揭開打馬賽克 打馬賽克 OK 可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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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搭配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OK OK 對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好不好 但是 好不好 恭喜 來 菁姐 黃瑞 我覺得蛋捲賣家比較好猜一點 真的嗎 確定 我覺得還有陷阱 陷阱嗎 算了 我覺得那個 口琴好了 口琴 口琴 口琴一開口就露現了 我給你口琴 好 聽玉琳哥的口琴 好 來 一次吹八把口琴的冠軍高中生 你是高中生 是 怎麼樣 他不能是高中生嗎 你對他哪一天有意見先做 你對哪一部份有意見 因為他有點像高中校長 來 班官 請問一下 為了要能夠練就這一生的功夫 所以你已經吹壞過 好 十幾支的口琴 前後花費百萬左右 是嗎 是 那個 因為剛學的時候 力度與角度要拿捏 那時候剛學沒有拿捏得很好 所以練習就容易摧壞這樣 OK 你曾經被文化局邀請到 邀請去參加大型的音樂表演 因為我參加富英口琴大賽是 那個比賽是兩年一次的 那很榮幸地得到特優 所以常常就會 那個教育局的文化部就會請我那個 哪個 去參加稍微校大型的哪個 不是 我剛剛問的問題跟你前面的答案 基本上 所以你在糾正我的問題 OK 而且在口琴界也是綁這個黑帶 表示你的通力很高嗎 沒有 對 它是從白帶身上來的 好像很高音的感覺 所以你的腿子裡面 等一下會變鴿子嗎 沒有 好 來 萬一人家是真的的話 這樣子是不是 那你是在哪裡比賽得到這個冠軍的 這還要想 不是… 因為我比很多次之後 你上一次得冠軍是哪裡 然後比很多次 那你上一次得冠軍在哪裡 對 上一次得冠軍應該是 那個什麼高中 我們看… 在哪一個高中 泳春高中 泳春高中 泳春要回答了啦 可以附送 你不要說泳春 你不要這樣子 快…想起來 泳春高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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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這一身穿著這是 你一直在研究一下穿著 聽我講… 但是這確實是音樂家要穿著 每種不組的是那頂帽子 因為很少有音樂家會戴哪種帽子 這種帽子 這種衣服 這種衣服一定是他自己的 我認為 因為去借的話 這種衣服屬於特殊服裝 借不到這麼和聲的 顯然是他自己去訂做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可是因為他的臉的長相 跟我們所認識的音樂家 他如果摳掉這身衣服 可能就會是 所以我必須問他一個專業的問題 好 專業的 如果他是假的的話 一次就露相 OK 來吧 你是吹口琴的顯然 你是對音樂非常了解的 我問你 Doremi Faso 再來是什麼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 他會想拿起來 陳怡霖 陳怡霖 有沒有拿一個不知道 Doremi Faso下面是什麼 他會把帽子拿下來 好 最後 最後一個要求 他是要求 OK 好 要求 能不能把帽子拿下來一點 對 我們怕想說裡面應該有鴿子 對 看一眼 有鴿子嗎 有鴿子就不要拿下來 有沒有兔子 兔子 看一眼 看一眼 沒有看一眼 顯然裡面有玄機 OK OK 來 他的那個份量夠 吹八隻的話我覺得 沒有 口琴跟份量沒什麼 有啦 就是廢物量是你的那個 好 來 他是真的 當時還是假的嗎 排貨 兩位 我就是真的 真的 還假的 選幾分 交給你們 好 妍姐 兩位是沒有未來沒有明天的打算 就一次壓三分就對了 還是兩分好了啦 有把握就三分 OK 可是妳真的認為他是真的嗎 我覺得 因為前面兩個都在裝 這一個應該可能是真的 然後 王蔚是有主見的人的感覺 王蔚你覺得一定是假的 三分 沒辦法 太假 太假 確定喔 我剛剛都要把他們三分借回來 然後我壓九分了 妳想壓九分 我覺得他是真的耶 假的… 兩位確定沒 聽王蔚的分開 好 確定 好 真的還是假的 帽子裡面會有鴿子嗎 好 正確答案是 你看 她是 示範光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告訴她一下 妳呢 沒辦法玩味 死得 死得瞑目 妳為什麼連妳在哪裡得冠軍 都要想這麼久 為什麼 因為我比很多次啊 然後就 真的忘記了 就只顧戀了 沒什麼注意力 真的要吃銀杏喔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 就是她在那邊越講 也要多聽姐姐的啦 對嘛 人生歷練夠 聽我的 就得三分了 我也要讓妳們真的心服口服 來 彭彭 適不可以現場表演一下 可以 廣告後 超鯨人的八情年咀秀 即將奸彩登場 轉台你就看不到囉 第一次看到黑螞蟻 一人又聞又吃 各個反應超憲慫 真的啦 妳上東西聞聞聞看看 那是什麼味道 那是螞蟻的味道嗎 螞蟻 不算 感覺有胡臭的感覺 小虎哥你就吃兩隻好了 兩隻就好了 講一下口感 他們咳嗽 你Man或Man或